第二点我还要说 不管是闲暇最大化 还是利益最大化 其实它都是人性的不同的层面 你也很难说哪一种东西就是对的 哪一种东西就是错的 而且事实上同样信仰的人 在不同的发展阶段 他们是明显的有不同的 是吧 你现在你要说 德国人是不是就是为了追求利益最大化 只要给足够的工资 他就可以一天干20个小时 根本就不是嘛 是吧 我们曾经在现在东德的开姆尼茨 以前叫卡尔马克思城 那是德国工业化时期的一个 一个很重要的工业基地 我们就看到当时的那个所谓的工人运动 就是工人提出的诉求 其中有一项诉求是非常新教伦理的 就是他们主动要求加班 那些工会 那些工人要求加班 说那个 他们需要更多的钱 要求提高工资 要求在高工资的基础上加班 因为他们我觉得中国人现在就处在这么一个阶段 你在穷的叮当响的时候 你在比较穷的时候 然后你看着别人生活过得那么好 你会有一种多赚钱才是主要的这样一种 这样一种想法 是吧 那个时候 但是你后来变成富人了 是吧 现在的德国人 英国人 美国人 他们已经在世界上是属于最富的人了 是吧 比他们更富的生活是怎么样的 他们也不太不太知道 是吧 那他们已经富成这样了 他们当然希望更多的闲暇了 是吧 所以你看现在的德国的工人整天 现在的德国的 现在的德国人是最热衷于休假的一个民族 是吧 东西的统一以后 那个假期比原来的东德还多 是吧 所以后来的一些人 他们包括那个叫做什么来着 写那个第三次浪潮的那位 还有那个写那个亚洲大七 奈斯比特 他都讲嘛 他说全世界都被社会主义腐蚀了 真正的资本主义只存在于中国 他们说原来还以为存在于日本 因为日本人也是拼命的干活嘛 什么过劳死啊 什么什么 这很多 但是后来奈斯比特去了一趟日本 发现日本也被福利国家 辅职的差不多 他发现中国是最没有福利国家 老百姓最没有保障 所以最拼命干活的人 所以他说那个中国才是那个最新教伦理的 或者说最拼命干活的人 那的确也是这样 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这样 但是你能说中国自古以来就是这样 或者说以后永远是这样吗 我觉得就消费曲线 就供应曲线而言实际上劳动这种产品的 明摆着 他不会按照 不会按照那个供给曲线直线上去的 是吧 因为你因为人们能够劳动的体力啊 什么什么毕竟是有限的嘛 是吧 你说你说我五马克隔一亩 是吧 我就动力就不那么强 我隔一亩就算了 那么10马克的工资我就愿意隔两亩 那可是我给你100马克的工资 你给我隔 你给我一天干24小时行不行 那明显的是不行的嘛 再加上你年轻人可以这样干 你年老了就干不动了嘛 所以我觉得你不能说 到底闲暇最大化还是利益最大化 这是由宗教决定的 实际上是由每一个人的那个现实处境所决定的 是吧 我不信一个新教徒他到年老的时候 他还可以把那个什么 他还可以把那个什么 什么不顾一切的赚更多的钱 当做他的那个 当做他的出发点 是吧 那个这是这是这是第二个 第三个就是我觉得从现实的那个 从现实的情况讲 这个历史发展到今天呢 那当然微博那个时候看到的经验 就更不能说明问题了 因为以德国为例 现在德国经济最好的就是天主教的那几个帮 是吧 什么巴法利亚 什么那个巴登福腾堡啊 是吧 大家知道这是现在的德国的经济 动力所在吗 而原来的那些新教帮什么 威斯特法利亚什么 萨克森的那些地方工业化时代是很厉害 但现在都是铁锈地带 都是属于德国经济 比较萎靡不振的地方 那你因此你就可以说 看起来还是天主教有利于什么促进经济吗 恐怕也不能这么说的 那么其他很多地方都是这样 是吧 美国也是一样啊 美国那个这些年也发生了经济的转移啊 再说 我觉得那些鼓吹宗教作用非常大的那些那些朋友啊 他们往往都是对那个左派身份政治很讨厌的 比如说他们往往都是比较骂那个所谓的BML运动的就所谓他们称之为叫做黑命贵的运动啊 他们就经常讲那个黑人如何糟糕如何不行又懒惰又什么什么 但是他们就非常佩服那个清教徒啊 因为当年的清教徒都是白人嘛 可是说实在的如果你今天去分析一下美国白人和黑人的宗教信仰 你就会发现那个美国黑人中信仰新教的比例远远超过白人 那如果如果你说新教就比新教徒才是才是好的 那么天主教徒都不行 那你就应该说白人不行黑人行才对 但是事实完全是反着的 所以我觉得如果你用这种解释方式的话 显然会无论在逻辑上还是在 我还有一个 我就说微博讲的那两句话 是吧就是一个人应该在消费上应该节俭 不能太涉迷 以及在干活上应该努力追求 不是为你的消费而干活 而是追求某种 说实话我们可以把这句话换成 而是为了伟大理想 不是为了你现实的消费 这些话在很多很多的思想资源中都可以找得到 那么你为什么一定要在圣经中去找这两句话呢 你在什么为了伟大理想而干活和那个勤俭节约 像这种东西你在你在中国人的言论中找不到 何况这两句话 如果真的被实践 它到底有利于什么主义也是很难说的 我刚才已经讲了宗教改革的很多早期人物都是社会主义者 都不是什么资本主义者 其实天主教的那些人文主义者也是这样 是吧 我刚才提到那个 那个托马斯摩尔这不用说了 扫文纳罗拉也不用说了 还有印度 还有意大利的另外一个也是人文主义者 叫康帕内拉 他也是空想社会主义者 写过那个什么太阳城 但是你但是反过来讲那个清教徒中也有很多这种人 什么维克利夫啊 什么卡贝啊 什么贝拉米啊 什么什么等等等等 所以我觉得把这些某种语录当做非常 当做决定性的东西 我觉得这个是可能是成问题的 当然我这里要讲的就是 我觉得观念是很重要的 是吧 思想也是很重要的 因为你人们的行为 毕竟是受到思想的支配 我这里要讲的就是 第一我们不能把思想和语录混为一谈 是吧 这些圣人讲的语录究竟在多大程度上 是云云众生的那个行为 这里头有本身有好几个跳跃嘛 一个是语录和你自己心里讲的 就是心口是不是一致的 是吧 一个是精英和老百姓是不是一致的 是吧 那么如果你把那个重叠起来 就是圣人之言和云云众生之行 是不是一致的 这就更难说 是吧 我觉得观念是很重要的 但是第一你不能把观念和语录相提并了 第二我觉得很重要的是 你不能把语录和民族性挂在一起 是吧 说说说说因为圣经中讲了这个为伟大理想而干活 或者说大家要节俭 那你就因此说只有圣经甚至甚至基督教的某一派 他才有这种思想资源 是吧 别的都没有的 而且如果有有这种思想资源他就永远有 是吧 如果没有他就永远没有 这怎么可能呢 事实上啊 我们现在在一个全球化 那个人类的各种思想资源可以共享的情况下 我们对很多思想资源可以直接吸取他的现实的 那个那些那些主张 而不必去追究他最早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是吧 假如你真的说是要为伟大理想而奋斗 是吧 不管你是为社会主义还是为什么自由民主 你就直接这么说不就完了吗 你要找这种思想资源在近现代的那些思想中 家中可以找到无数啊 是吧 你不能说我们为了为了履行这种资源 我们就最好回到那个什么马丁路德去 马丁路德自己说 其实也不是要回到他那个时代去 而是要回到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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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摩西那个时代去 是吧 那么我们为了现代化 我们都要回到摩西那个时代去嘛 是吧 这可能吗 这根本不可能的嘛 我就看了韦伯那本书 我即使不信心教 我也知道为伟大理想干活是很重要的 或者说勤俭节约是很重要的 我相信了韦伯这个说法 并不见得我就一定要相信心教啊 是吧 因为这几段语录你凭什么说 如果我不信心教我就我就听不懂呢 是吧 这现在的一个 如果你说中国2000年因为他是在封闭啊什么 也不认也也不知道西方也不知道什么别的 你说他只是在四十五经中 大概找不到什么足够的思想资源 那你现在的这个社会不管是马克思主义还是自由主义 各种各样的主义太多了 是吧 你直接拿过来不就完了吗 是吧 你还要一定要说 当然如果你是搞思想史专业的 当然是可以这样 是吧 你就说什么东西来自什么 什么东西来自什么 然后把这个履除一些线条 但是你对这个现实的社会进步而言 是不是这个所有的这些人都是需要回到摩西那个时代才才能够进步呢 我觉得当然不是的 所以我觉得思想是很重要的 但是你不能把思想和某一个民族凝固起来 是吧 那个我讲文化决定 我反对文化决定论 有很多人就说文化还是很重要 其实他们讲的是观念和思想很重要 这个当然是没有问题的 是吧 而且你说有没有优劣 那当然是有优劣了 是吧 主张法西斯思想肯定比 法西斯文化肯定比民主文化要落后吗 这谁会否认呢 是吧 但是问题就是假如你把文化 我这个已经讲过很多次了 你可以把文化和制度绑在一块 是吧 因此你说制度有优劣 文化也有优劣 这在逻辑上完全成立的 是吧 那么你也可以把文化和所谓的永久不变的民族性挂在一块 是吧 说中国人如何如何 西方人如何如何 印度人如何如何 包括我们现在在 在这个这个这个 厄瓜多尔 是吧 你也可以说印第安人如何如何 是吧 今天的印第安人和印加时代的印第安人显然是不一样的嘛 是吧 他们想的也是不一样的嘛 是吧 那个你今天你不管是什么克莱尔啊什么什么人他都不会去当印加王的嘛 是吧 那当年的印加王也不会去搞什么三权分立的嘛 是吧 这个是很明显的 那么你说克莱尔的思想比那个啊比那个阿塔瓦尔帕的思想进步这个一点问题都没有是吧 但是你说那个什么印加文化或者说克求亚人的文化如何如何那你就看你讲的是哪些克求亚人或者是哪个时代的克求亚人说从来没有固定永久不变的克求亚人了就像从来也没有什么永久不变的 呃中国人一样当然了你说啊如果根据两个民族的发展规计啊这个民族现在落后了那个民族现在是很先进的所以你说这个民族应该向那个民族学习这也可以的是吧 但是如果你要这样讲的时候其实你还是讲的要学习他们的制度学习他们的规则是吧 而你说要学习他们的民族性这个就很麻烦民族性是可以学的吗 是吧而且你到底有哪个民族他有所谓的传民一致的民族性呢 是吧任何一个民族都是有懒汉有有勤快的人有怕死的人有亡命之徒是吧有理想主义者也有那种满肚子坏水的人 那你说这个把用一个什么民族性把两个民族并列在一起是吧说哪个民族是对文化实际上就是说哪个民族的民族性是好的 另外一个民族的民族性是坏的在逻辑上你在这种说法很容易就会推出 民族并列论来的是吧那你实际上就等于说有优等民族和列等民族吗 是吧这个我且不说在价值观上我们能不能接受事实上也不是这样的吗 因为世界上没有什么永久先进的也没有什么永久落后的那个那个 那个那个民族吗所以我说文化决定论到底能不能成立这看你讲的文化到底是什么 如果你讲的文化只是一种制度的上层建筑那你就不要把它和什么特定的民族化搞在一起是吧 只要是专制文化都是坏的那希特勒和那个斯大林都都同样是坏的 是吧至于他们是什么教或者什么种族我觉得根本就不重要 你你就不能说那个是德国文化是坏的 这么或者说是某某个文化是坏的 那么 那么假如你把它和某一个民族挂钩啊你不讲什么专制文化民族文化而要讲什么中国文化西方文化那我觉得你在这个意义上那你只能说他们是平等 是吧因为他们都在变动之中而且 只要你承认各民族是平等的你就很难说他们的民族性是不平等的 是吧而且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哪怕你就是在我这里讲的两个含义上使用民族你都可以进行你自己的论证最怕的就是你这个文化的含义在这两者之间跳来跳去是吧如果你那么跳来跳去别人就没有办法跟你讨论问题了是吧你说文化是有优劣的实际上你讲的是专制文化是很差的民主 主文化是是是是是进步的然后你话题一转又说中国文化是很恶劣的西方文化是是是是很呃是很那个那个那个优越的那你实际上就把你的那个含义挂过去你就等于说像秦辉这样的人就不属于中国文化了是吧而像希特勒那样的人好像是属于中国文化的这怎么能够成立呢是吧而且真的是这样的话我觉得你讲的制度进步就完全 完全变得不可操作了是吧因为你在你把文化既和民族性挂钩又和制度挂钩在逻辑上就等于是民族性直接和制度挂钩了是吧某一个民族他就是永远专制某一个民族他就是一开始就是民主的是吧你等于说西方就是从摩西时代就是民主的和美国一样的是吧或者说中国即使一亿年以后也 也是和秦始皇那个时代是一样那怎么可能呢是吧所以我就说你讲文化决定论有没有意义首先你的自己的逻辑要一贯是吧你如果把民族文化和民族性挂钩 那文化就是无优劣的他也起不到什么决定的作用但是文化如果和制度挂钩呢那制度当然是有优劣的文化也是有优劣的但是这种意义上的文化你就不要轻易的加上什么中国呀西方啊什么印度啊 这个是一种纵向的发展而不是横向的并列的东西是吧我们讨论问题你可以有观点的不同是吧你可以自己创造概念你可以自己进行那个术语的定义但是问题是你定义了你就要一以贯之是吧你不能这个这个这一句话那个定义是那样的到了另一句话你的定义就变了那你就就没有办法跟你 讨讨论了啊大致上我对这些问题的看法啊就是这样谢谢大家 没样的人能够 就假定我们现在要提倡勤奋干活 什么样的人能够勤奋干活呢 照我看呢 你要说他读是什么教徒这个很难说的 但是有几有几条我觉得是和这些人的勤奋与否有关的第一就是他们还没有富裕到可以躺平的地步他们处在自己比较差但是看见别人的生活都比自己好 这种状态下他们可能会更加努力的干活如果他们已经在世界上看一看没有比他们更好的人 我想任何民族大概都不可能就是为了干活拼命的那个那个包括现在西方的那些人是吧你看他们整天去休假是吧整天去什么他们当年不是这个样子的是吧我们未来也未尝不会是这个样子的而且老师说我们追求的幸福生活当然就包括少干一点多赚一点是吧好持懒做如果不是损害别人的利益 这并不是什么可持的事情是吧你想没有一个人挣同样的工资他愿意干的更多而不是干的更少没有一个人干同样的活他不希望赚的更多而是希望赚的更少你想想是不是这样是吧所以我觉得第一就是这些人啊的确是那个那个他们的现实需要他们拼命的去干活 还有一个第二就是这个制度安排比较接近于机会均等是吧你的努力会得到好的回报那你就会有这个动力如果你看现在很多中国人躺平为什么躺平呢就是努力也没用是吧那些有权有势的人永远在上面是吧你再怎么奋斗他动不动就搁你的韭菜是吧那你当然就现在这些人就没有动力了你说是因为他们不懂新教 传统伦理这个我觉得这个也是很扯的事所以我觉得如果你真的要激励这些人努力干活那我觉得你第一呃你要你要你要理解啊他们所处的那个时代是吧你今天你要求那个发达国家的人像当年呃像当年那样努力我觉得根本是不现实的是吧第二你如果你真的努力你就要更 最重要的不是推广什么宗教是吧而是建设一种而机会均等的公平的竞争的这种体制啊大致就是这样吧